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感受到古人对父母长辈的真挚情感 那么 在这些表达孝顺的成语背后 蕴含着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从中又能收获怎样的感动呢 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一集 孝敬垂饭 好而难 东晋有一段时间特别内乱 朝廷呢 是由司马道子来掌持 司马道子呢 他就把自己的亲信 安排在非常基要的位置 亲信呢 又善权 所以在朝廷里边和朝廷外面的外藩 那样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有一个人叫王公 他就看不惯朝廷的这样一个作风 于是呢 他会专门上书 去控诉某一个人的罪行 然后他会带兵 准备要攻打进来 这样的话呢 司马道子就受制于外藩 司马道子有一个亲信 叫司马上之 他就跟司马道子说呀 外藩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人去占据一块地方 司马道子就把王渝派到了江西 镇守那个地方的州 那个地方本来就有一个官员在掌管着 可是这样一调拨呢 就削减了他的地盘 于是他非常的不满 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引起王公的不满 于是他们之间又开始联合 一边上书 谁出的这个搜主意 觉得这个主意出的是不对 不合情 不合法 应该要声讨 另外一方面呢 就派人去攻打王渝 王渝这个人呢 就非常的冤枉 他才派下来 就受到了攻打 他哪里有设防啊 根本就没有地盘 也没有能力 于是呢 就溃败 逃走了 这个时候呢 朝廷就知道 他被打败了 逃了 但是生死未卜 王渝有个儿子 叫王隋 王隋呢 就知道父亲啊 生死未卜 于是他呢 总是一天到晚 愁容满面 吃饭啊 其他的用度啊 都不如从前 都降了一格 这个在后来呢 人们就把 王隋的这个做法 叫做弑守孝子 本来人去世了 他的子女要守孝 可是这个王渝 到底死没死还不知道呢 其实后来是没有死的 可是他的儿子呢 就开始有守孝的行为了 所以这个呢 叫弑守孝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是父母有问题了 子女呢 非常虔诚地 为父母担忧 为他呢 进行祈祷 那么这个孝的行为 在中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 中国有一个孝文化 这个孝文化呢 从汉字就可以看出 我们看这个汉字孝啊 它上面跟老师的老 是同一个偏旁的 实际上它就是 上面是个老 下面呢 是个子 所以孝这个字呢 是上老 下小 那么他的这个关系 是老的 长的一辈呢 呵护小的一辈 生出 小的一辈 那么小的子辈呢 他是对长辈呢 进行承接 进行供奉 要请他们愉快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孝这个字 实际上是孝文化里边 非常浓缩的一个 直接可视的一个符号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跟孝有关系的成语 孝是一种美德 社会是需要它的 第一个成语叫做 成欢西夏 那么成欢的成 就是我 要把它承接下来 要讨上面的欢心 这个成欢就是讨欢心 就是呈现我的欢乐 让你高兴 西夏呢 那就是长辈的身体的周围 我们现在呀 生孩子都背起来 都在摇篮里面 过去呢 孩子们呢 可能就放在自己的身旁 那么成欢西夏 最开始呢 是两个词 是分开的 我们先看一下西夏 西夏呢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词 所以呢 西夏的价值 是值得我们 在孝文化里边 先去了解一下 古人是怎么看的 我们先看一下 西夏的原文 故亲生之西夏 以养父母日言 圣人应言以交尽 应亲以交爱 这个是孝经里面的一段话 孝经当然就是专门讲孝的 所以孝经呢 是属于儒教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 这里说 亲生之西夏 就是子女啊 都是由父母生下来的 就围绕在西夏 那么父母呢 是呵护西夏的这些子女 子女在这个呵护当中呢 感受到父母的爱 然后就敬爱父母 知道父母的恩德 是给了自己生命 而且抚养了自己 那么做子女的一天一天的长大呀 这种敬仰之情 敬爱之情 就越来越 盐 这个盐呢 是高的意思 这种孝之心 就越来越浓 那么君子呢 圣人呢 国君就就是圣人 他会因言以交敬 因亲以交爱 那么圣人呢 就是以日益生展的这种孝心 这种敬爱之心 这种四奉之心 利用这个来教大家 怎么样的互相尊敬 怎么样的互相去爱对方 或者爱长辈 长辈 爱晚辈 这个孝经里边 内容非常的多 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他主要的在说 孝啊 实际上是所有的品德之根本 没有孝 就没有其他的品格 为什么呢 因为孝是天生的 生而有之 天生的 那么人一生下来 父母一定会呵护他 在呵护的过程当中 子女一定会感受到 天然的父母之爱 然后呢 受到感动 如果一个人 不爱自己的父母 去爱别人的父母 那是假的 那么家庭的关系 是这个样子 国家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孝呢 是有三点可以注意的 第一 孝呢 是诸德之本 就是所有的德 品德的东西 都是以孝为基础 没有孝 就没有其他的品德 第二 孝是源于西夏 我们说它是天生的 就是源于西夏的 第三 在孝文化里边 父亲 是孝道的核心 那么孝是什么 孝是上面的 呵护下面的 下面的 感恩上面的 然后呢 去敬爱上面的 国家呢 也是这样一个格局 如果是说君王 他就像父母一样的 他要爱护百姓 他爱护百姓了 百姓呢 他就会孝君王 那么就会把国家的君王 当作一个明君 来尊敬他 来供奉他 来让他开心 来让国家的那些法律呀 政策呀 得到实行 那么父亲作为孝道的核心 我们可能就问了 不是说生我养我的母亲吗 那也不是父亲啊 可是中国的古代呀 母亲基本上是在家里的 父亲呢 既在家里 又在社会 在朝廷 在外面 所以父亲呢 在中国孝文化里边 他是孝道的核心 因为在家里呀 父亲作为一家之长 所以父亲要张罗 整个家里面的生计 在这样一个孝经里边 体现出来的孝 价值巨大 最大的价值 它就是诸德之本 我们一般的说的孝呢 你说成欢西夏 那是普通的家庭的天伦之乐 没有这样一个价值观 所以孝的这个价值 是从西夏开始的 西夏的价值 非常的不可磨灭 天生的 不可剥夺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第一个就是西夏 开始是单独用的 在孝经里边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 产生了许多 和孝文化有关的故事 世人将这些故事 凝练成眷勇的成语 世代相传 成欢西夏这个成语 就有着非常深厚的内涵 它曾经出现在 很多文章与典故之中 其中成欢一词的使用 更是颇有讲究 那么从古至今 人们成欢的对象都是什么 还有哪些成语 向我们展示了动人的 孝道精神呢 成欢也是单独用的 成欢是成谁的欢呢 不同的作品啊 是不一样 只要成欢没跟西夏相连 那么成的欢 就可能是君王之欢 也可能是家庭之欢 我们来看 屈原他在他的 《哀影》这个诗里边 是怎么说成欢的 忽若不信系 至今九年而不复 惨郁郁而不通系 减叉气而寒气 外成欢真卓越系 成忍弱而难持 忠战战而愿尽系 渡背离而张志 屈原的这一篇哀影 尹就是尹都 屈原在朝廷做官的时候呢 立主跟秦国对抗 要抗秦 不要跟他搞在一起 但是当时 有一个连横的张仪 他就跑到楚国 把楚国的重要的几个人啊 收买了说服了 就说他们应该要联合起来 去亲情而不是抗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样一些人呢 就跟楚王说 不要采取屈原的主张 屈原的主张行不通的 所以说来说去呢 就让楚王把屈原疏远了 疏远得几次流放 这个时候呢 屈原就知道了 因为楚国没有采取 抗击秦国的这样一个主张 最后呢 这个秦国攻打楚国 把楚国的首都给夺取了 而且楚王呢 就迁都 没办法在那儿 楚国的老百姓呢 流离失所 屈原听到这个信息啊 非常的哀伤 就写了这首诗 他说的是 自己呢 越来越远离这个朝廷 到现在呢 已经九年了 这九年以来呢 他无不在思念着 楚国的国事的兴亡 那么知道 尹都呢 被攻破了以后呢 他觉得自己 再也没有能力 或者是再也没有机会 回到朝廷 为国家服务了 据说 他就投了密罗江 自尽了 他投密罗江 当地的人民啊 都非常的悲伤 原来五月五号 是端午节 据说 屈原他投江 就是这一天 于是呢 当地的人呢 为了怕江里面的鱼 吃他的尸体 或者有人说 为了怕他 投到江里面去以后呢 没有东西吃 会饿肚子 于是呢 就把那个米啊 用粽叶包起来 变成我们现在说的粽子呢 放到江里去 屈原 他爱国 是爱自己的国 他的这个悲愤 是属于 用诗歌表露出来 震撼人心的 那么他这里的成欢 就是说 自己不能够成君王之欢 而那些不学无术的 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呢 却在君王身边 讨君王的欢喜 这个成欢呢 是成国君之欢的 像喉咙梦里面 有个贾政 喉咙梦里面 也有个贾母 里面有一段啊 写到贾政呢 是成贾母之欢 这个成欢呢 那就是成孝帝之欢 就是孝道之欢 我们唐代有一个 初唐四节 初唐四节的 洛宾王 他写了一首诗 这个诗里面 也有成欢两个字 这个成欢呢 是地地道道的 成的是父母之欢 就是孝子之欢 不过这首诗的情绪 也和屈原一样 充满了哀伤 我们看一下原文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把 成欢西下 变成连起来的 一个成语了 洛宾王作为 初唐四节 他的文学的地位 非常的高 他的这个文采 飞扬 但是他的官运啊 不是很好 最开始 他做了官 然后因为事情 就被投放到监狱去了 后来从监狱出来以后 又做官 但是做官以后呢 又有事情 就把他的官免了 这一首诗 应该就是在他免官 在田园里边 在乡下 侍奉父母而写的 他是不甘心的 写了这个诗呢 他有 成欢西下的孝心 可是他不满足 所以这诗里边 充满了不甘心 哀怨 想要实现自己 政治报复的 这样一个想法 下面一个跟孝 文化有关系的 我们说一个 昏定成省 昏定成省里面的 昏和尘 很容易理解 昏就是黄昏 就是晚上的意思 尘就是早上 所以晚上要做什么呢 要做定的事情 什么叫定呢 那就是父母 入睡的事情 是不是安排好了 成省 早上呢 要做醒的事情 这个醒啊 就是我要去看一看 去照顾一下 我早上呢 要去问好父母 所以昏定成省呢 就是你晚上呢 要安排好父母的 睡觉的事情 让他们安稳 早上呢 你要给他去请安 那么这个 他从哪里来呢 礼记里面来的 我们看一下原文 这几句话呀 是说你怎么做人子呢 做人的子女 是要有礼节的 这个礼节里面呢 就是一年四季 早上晚上都要注意 冬天呢 你要看他是不是温暖 夏天呢 你要看他是不是舒服 夏清呢 有一个版本呢 叫做庆 庆和清 意思是一样的 清呢 就是感觉很清爽 不热 不烦躁 庆呢 也就是很凉快 所以夏天呢 你不要让父母热了 冬天呢 你不要让父母冻着了 早上呢 你要去请安 晚上呢 你要看他们 是不是安睡了 这个是礼记里边说 为人子之礼 古人历来重视 将传统校道 落实在日常生活 因此 无论是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 还是在社会交往中 都充满了孝敬长者的 各种礼仪 孝敬 是体现一个人 修为涵养的重要品格 对父母和长者 做到了孝敬的人 同样也会赢得 其他人的尊重 人们常说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做到孝敬 也是有规矩的 礼记中就记载了 有关孝敬的六个规矩 那么 这些规矩都是什么 他们又给生活在 现代社会的我们 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礼记中记载的 孝敬的礼仪规矩 主要有六条 对待父母的规矩 送礼说话的规矩 第三呢 就是出行待人的规矩 第四是居家行为的规矩 第五是交友的规矩 第六是服侍的规矩 为人子呀 有这么多规矩啊 你要是送礼 有送礼的规矩 送礼的时候呢 你不能够这个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最好是扫言 然后呢 你要是出行的话呢 你要注意出行 那个人是不是辈分比你大 如果是长辈 你就把他当父母一样的 去尊敬 如果长你十岁 那么你一定要走在 他的后面 长你五岁呢 你可以在他的后面一点儿 就是这个距离是有讲究的 那么即便是同龄人 那你也可以让他半个身子 就出行 你要待人的话呢 是要有礼节的 那你在家里呢 你不要站在屋子的中间 然后屋子的这个西南角啊 你也不要站 你不要随便的 在一个屋子里正中间坐着 或者是站着 你要在边上 你说话呢 也要在边上 居家行为 交友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 朋友啊 不要什么都答应他 比方说 他要我去报仇 他要我完成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是不可以的 不能这样做 那你穿衣服呢 衣服里边不能有白边 有的衣服呢 不能有彩边 这些东西都是为人子女 所需要做的 所以礼记里边有各种规矩 父母和子女之间都各有规矩 婚定成型是属于孝制规矩 这样的规矩 你会不会觉得太啰嗦 没有必要 太繁琐 没有价值呢 不要简单地否定 先拿过来看 再分析一下 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的核心的东西 是告诉我们 人和人之间 它是有区别的 人和人之间 是要讲求 互相照顾 互相关爱的 这种孝的核心的内核 在我们前面说到 是一种人性 而不是它具体的一些形式 所以在现在而言 你还能够昏定成型吗 我的根父母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啊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孝的这种内核也会有外言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了电话 我们现在可以视频 所以昏定这个事情 是可以做到的 成型这个事情 也是能够做到的 而现在的这种母子 父子之间的这种亲情的孝心 我们现在有新的一种形式 比方说我们有一首歌叫 《长回家看看》 《长回家看看》 其实就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孝心 一个寄托 一个思念 孝的一个关照 那么作为父母的呢 我们经常听见父母说 子女啊 你啊 把工作做好 就是对我最大的孝 你看 这个时候呢 父母之间 他们知道 子女如果说工作没有做好 你就是让他来尽孝的话 是不安心的 他可能带来的结果 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现在孝的内涵 也已经扩展了 这个孝是没有问题 形式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接下来一个成语 叫《大仗则走》 《仗》就是棍子 就是木头 《大仗》呢 来了 《走》呢 就是跑的意思 就是躲开的意思 《走》呢 不是走路啊 那么 《大棍子》来了 你就要跑开呀 你就要躲开呀 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 看起来好像 哎 有人拿着棍子来打你呢 你走了 你跑了 这个是不是不孝啊 不是 这个里边非常有道理 那么《大仗则走》 这个成语呢 它是出自我们五帝之一的 《顺》 一个故事的传颂赞扬和理解 传说这个顺呢 他的父亲叫谷 谷的意思就是眼睛不好 他的父亲呢 跟他妈妈结婚以后生了他了 但是他妈妈呢 很早就去世了 而父亲呢 就又娶了一个老婆 这个后母呢 又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叫向 那么顺的弟弟有了 然后他们三个人 就他爸爸 他的后母 他的弟弟 这三个人啊 统统都欺负他 就虐待他 什么脏活 什么重活 就唯一让他去做 得不到关爱 所以他的家庭环境 是没有父爱 也没有母爱的 可是顺呢 他并不因此 不因为自己受到虐待 而就把这个仇恨发泄出来 而不满 或者是叛逆 不是 他人人非常的孝顺 那么爸爸呢 只要生气 一点小事就打他 打他呢 他是怎么办呢 只要父亲 如果用小杖 就小棍子 小木头打他 他就让父亲打 就不动 为什么呢 那就是让父亲解气呀 他不解气的话 会伤身体 他很孝顺 就是让他打 这是孝的表现 如果父亲气急了 拿了一个大棍子来打他 他就会跑开 他就会躲开 那么他这个躲开呢 到底是孝还是不孝呢 在历代传下来的 都是孝 小棍子打 让他打 是孝 大棍子打 我躲开 逃开 也是孝 有两个故事 诠释了这个孝 有一个故事呢 是一个叫 崔烈的 他有个儿子叫崔君 崔烈呀 他本来是一个 学问很高的人 在地方也非常有名气 如果按照他自己的 这种影响力 和他的这种自我的努力奋斗 他应该是能够做到比较大的官 可是呢 他心很急 当时 这个皇帝 也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他居然 喜欢卖官 皇帝也卖官 而且这个皇帝呢 他卖的是三公这样的大官 什么司马呀 司徒啊 这样的大官啊 在国家呢 是属于举足轻重的 崔烈呢 就想着 哎呀 买一个官 挺快的 这个三公都可以买 他就想办法 找到了皇帝的儒母 就找了一个熟人啊 走近的 这个儒母呢 给他牵线呢 结果以半价的方式 就把这个三公的官 卖了一个给他 皇帝呢 就觉得 哎呀 这个卖得太便宜了 这个儒母跟他说呢 他说你看 像崔烈这样的人 他需要买官吗 他其实不需要买官的 是我呢 给他撮合成的 所以呢 给他打了折 我呀 是为皇帝宁左想的哟 这个崔烈买了官以后呢 名声就往下跌 大家都不太看得起他 而有一天呢 他就跟他儿子说 他说我 做三公的这件事情 你觉得 大家认为什么样啊 他儿子是个很直爽的人 就说父亲啊 你要是问到这件事情啊 我就告诉你吧 大家对你都不太感冒 你本来可以 按照自己的这个能力 你会比较快的 就坐到那个位置 但是现在呢 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 你达不到那样一个 修为和德性 父亲就说 那为什么呢 他的儿子就说 因为大家说你身上 有铜锈 铜啊 会散发出铜本身特有的气味 那么你这个官 散发出铜的气味 就是你是买的官啊 所以你身上充满了铜锈 这个铜锈这一词一出来 他儿子非常直爽 他爸爸一听 就火冒三战 拿着一个大棍子就去打他 他儿子是习武的 于是伸手敏捷 马上就跑开 躲开了 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列骂约 死族 父抓而走 笑呼 君曰 顺之是父 小仗则受 大仗则走 非不笑也 父子的对话 这个爸爸就要打他 儿子就跑 所以这个爸爸就生气 说你这是家伙 说爸爸的 要抓你 要打你 你去跑 你这是笑吗 你这是不笑 所以这个崔君呢 就跟他爸爸说 当年这个顺啊 侍奔他的父母的时候呢 小仗呢 就瘦了 大仗呢 就跑 这不是不笑啊 这个崔君 他知道 大仗而走 笑道是中华民族 传承数千年的传统美德 古人一直非常重视 在日常生活中 让长辈安心顺心 曾子是孔子的得意弟子 有一次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 为了让父亲顺心 曾子忍受了棍棒之苦 但是这一做法 却引发了孔子对他的不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孔子有个弟子啊 叫曾子 他就不知道 大仗而走 有一天啊 曾子 他父亲带着他 一起去除地 结果曾子不小心呢 就把地里面那个瓜秧 给他除断了 父亲一看 要你除草啊 你把瓜秧给除掉了 就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呢 拿着大木棍就去打他 这个曾子一点都不躲 就任他父亲打 结果他被他父亲打得 晕倒在地 等到一会儿呢 他又惊醒过来 惊醒过来的曾子 还是不跑 他惊醒过来跟他爸爸说 哎呀 父亲啊 您打我是教育我 您是对的 那么我呢 是没有事的 因为已经打晕了嘛 这个曾子还说 我没事 这件事情被孔子 知道了以后 孔子就说 曾子如果来了 不见他 不要让他进来 曾子就特别奇怪了 我也没有做错事 我什么事情让你生气呢 他就要追问到底 于是孔子就跟他说了 说你呀 父亲打你 把你打晕了 你居然不知道走 不知道跑开 那么当年的顺 他是大仗则走 为什么要大仗则走呢 你想啊 如果你的爸爸把你打死了 那么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你让你爸爸不义 你还不是不孝的问题 你的不孝会让他不义 为什么呢 你不是天子之名吗 如果你爸爸把一个天子之名给打死了 那么他就会沦落一个沙子 一个不义 不讲道义 不讲规矩 不讲国法的那样一个罪名 所以你如果不走的话 你是最大的不孝 你以为好像你让你爸爸打 让他出气 但是把你打死了 他就危险了 所以大仗则走 它也是一种孝的表现 下面一个成语 叫问安示善 问安 很容易理解 天天问安嘛 问候嘛 示善呢 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 你站在旁边 观察 看看 有什么需要做的没有 问安示善 是由伟温提出来的 伟温啊 当时是给太子 当试读 皇帝给他一个 几世忠这样一个官职 有这样一个官职呢 就是随时可以出入朝廷 出入皇宫的 当时皇帝 努力地培养太子 但是他的培养方式啊 不是自己呢 什么事都去过问 或者是促进 他是想把孩子 完全交给老师 后来伟温来做太子的试读 伟温呢 每天清早就跑到朝廷去 就到了宫殿里面去 老师来了 太子呢 要到了太阳照的老高的时候 他才会起来 他才会出现 于是伟温就劝他 原文里边是这样的 几世中伟温 为太子试读 成意东共日中 乃得见 温渐月 太子当鸡鸣而起 问安事善 不宜专事宴安 就是你不宜呢 天天就想到 怎么样的去参加宴会 怎么样的去游乐 伟温 他作为太子的试读 试读呢 就是陪太子读经典 然后给他讲经典 这就是试读 那么他作为太子的试读 他劝他的 不是说你早点起来读书啊 他是说你要早点起来 给父皇请安啊 那么这个呢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人们观念里面的 德是最大的 智是第二位的 我们现在都说德智体 还是把德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古代呢 就是万德里面 孝为先 所以孝德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我们说的这四个成语 都是跟孝有关系的成语 孝呢 在我们前面说到 它其实真的就是 一种人性的光辉 有孝的世界 才有关爱 才有感觉 孝的延续 是我们人类繁衍 所必须的一个重要品德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的 还有 现在我们在也中否谈 分ta 人热 従